玉里正的下雪芒果田再过两个星期就要进入采收期了 不过前几天碰上马娃台风来袭 果农们是十分担心的 还好这一次台风只有插边通过 落果率不到5% 比预期的要少让果农松了一口气 他们很期待接下来的丰收期 放眼望去一整片的芒果树 每个套袋里都是一颗颗下雪芒果 只要在两个星期就可以采收了 比如说花莲南区这边的下雪芒果的采收期 还有15到24天就可以采收 那这次的台风实际上来讲 对我们整个果农来讲的 这个落果的问题并不严重 并不严重 所以今年应该是 可能是会是一个比较可以丰收的一年 下雪芒果是不仅有土芒果的香气 艾文的细致 还有金黄的甜度 单颗重量约500克 冷藏后的口感 堪比冰淇淋 它还是全国第一个拥有身份证的芒果品种 芒果界的LV是因为色香味俱全 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 所以有任何的瑕疵 它都非常明显 再来它的香气 那种天然的香 你放在汽车里面或放在客厅 一个摆放一个礼拜 那种整个客厅跟车子里面的香气 会让你感觉非常的舒服 你如果把它要吃之前是用冷冻的 冷藏冰冰的下来吃的话 那个口感就比冰淇淋还好吃 每逢台风季 农民总是胆战心惊 强风大雨会导致落果率大增 地上一颗颗残破的芒果 都是受到风雨影响 来不及长大的落果 这次的马挖台风 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农损 让果农们都松了一口气 也开始期待丰收的时刻 记者高松霜玉璃镇采访报道